你知道你是故事的孩子 我看你跟我没有默契 我特意第一天准备好了 1 你早就一样 1 1 哈哈 看了多浪姐姐吃了没 这都是给我的 什么吃饭给你的呀 这是给我们玩默契大法院准备的道具 一共4回合 那我已经结束了 如果我们默契成都 一半都没有达到的话 就要靠公司 蛤 蛤 需要有颜色的东西 什么 默契上就没有没颜色的东西 就靠我们俩默契成都了 蛤 有颜色的 行 你修好了 1 2 3 抠 你给了拿果汁 你为什么要拿老生奶 以小概率来说 全场只有她是白色的 所以我就选了 我以为我会懂你 你会拿这种粉红色少女心的东西 看来是你不懂我 哎呀好可悲 你居然不懂我 到时候奖金扣起来扣你的 你也抖了 Oh no 这是甜的 除了这瓶柠檬汁 谁不是甜的 我看不是甜的呀 赶紧猜我的喜好 OK 我了解了 1 3还是1 1 我重新来过 3 3 1 2 3 0 0 哇哈哈哈哈 你今天要干杯 哈哈哈哈 开战 3 你吃多么私逛 你还不客气啊 她吃了之后呢 会特别好啊 上头 她什么吃的算是上头的呀 品牌肯定不是 韩国肯定也不是 我知道了 1 2 3 喂 不客气 没错 你先选对吧 我们选对的是不是要喝 啊 太可恶了 干杯 我真不想喝 喝 爽 Oh no 有水果味的 你在刁难我 我没有嘛 煮变 单切胃 果泽 水米桃味 这个水果味都不用做了 肥不贵的口腔汤啊 你直接分析一下 首先 你是个女的 废话 这人都知道 你喜欢粉的 然后两个 估摸的就是了 再者 你要减肥 绝对不可能吃薯片种高热量的东西 所以 给我答案了 1 2 3 吃饭它 你要 你要就不高热量吧 好 不然水果味 我不都说了 水果味的 水果味的不就水果软糖吗 它怎么明显 你都算不出来 我真的全是从你的脚子出发 喜欢这种 纷纷纷纷的 可爱的女生 爱吃的东西 你脑不会都 蛤 这个地方 我脑不会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 水果味软糖 这给我们搞错 这也是水果味的 这也没字写出来的 水果味 三个字 我以为你在忽悠我 在搞一些什么障眼法之类的 所有人选它 我看你给我没有默契 我特意几天准备好了 你怎么再也不要跟小燕玩 默契打挑战了 又是个坑火